大家好,我是胡明星 那今天我们将继续去学习疆果的相关的知识点 那今天的话呢,主要带着大家去学习疆果的模板的一个使用 那在前面的课程当中,其实大家已经有用到过模板 然后通过模板去完成了一些小例子 那今天的话,我们将详细的去学习模板当中的标签和过逆器 以及变量的一些使用方法 那首先我们来看课件 在疆口当中使用到的模板,有两部分来组成 一个是HTML的代码,另外一个是逻辑控制的代码 那通过这两个代码的话,我们可以很好地把 唯有当中传过来的数据渲染到页面上 那在这两个代码当中,逻辑控制的代码 由变量,还有标签,以及过逆器 这三个组成 那变量的话,非常好辨认 它是使用双大括号来引用我们的变量 这个变量的话,一般来说是从我们的唯有当中去传递过来的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标签 标签的话呢,是使用大括号百分号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大括号百分号 那看到这个的话呢,你知道那这是我们将个模板里面的一个标签 那还有一种呢,是过逆器 过逆器的话 过逆器的话呢,也非常好辨认 过逆器的话,一般我们就是像这样的一种使用 这样一种使用的话呢,这是一个变量 对吧,这是一个变量 那这个变量后面呢,多了一个竖线 好,这个竖线 这个竖线就有一点类似于我们在UNIX当中使用的这个管道操作的这个符号 对不对 那在这个竖线后面 那这个data呢,就是我们过逆器的名字 然后这一部分呢,是过逆器的一个参数 过逆器的一个参数 好,那比如说这个过逆器data的一个使用 那它其实就是去格式化了我们的这个日期 可以按照你指定的这个参数去格式化 你想要的一个日期显示的一个效果 OK 好,那我们今天的话呢,主要去学习这个标签 我们这节课的话呢,主要学习常用的一些标签 那在这里我给大家去总结了非常多的标签 大概有17个,18个的样子 10来个的样子 那比如说if,if的标签 我们在模板当中可以使用if去做一个逻辑判断 还有像if equal,if not equal等等 相当于是从这上面的一个变形,一个变形的一些标签 比较是否相等 好,还有我们的for标签 那用来循环的一个标签 还有我们的cycle 好,在循环的时候呢,可以去使用 好,这个字符串列表当中的值 就是它这后面有很多值的话 我们可以去使用它 好,轮流的去使用它 还有我们的单行注释 还有多行的注释 好,还有我们的csrf token 那这个的话呢,在我们提交表单的时候呢 会经常用到的一个标签 好,因为我们在post进行表单提交的时候 好,jango的话 他默认是做了这个csrf token的这个验证 所以我们要去生成相应的token 然后进行提交 还有像debug的标签 好,filt的标签 好,debug的标签的话呢 可以去调用调试的信息 好,filt的标签呢 我们可以去调用我们的过滤器 也就是在标签里面去调用过滤器 标签里面去调用过滤器 还有自动转移的标签 还有像first out 输出第一个值不等于force的变量 这样的一个标签 还有load 加载标签库 load标签 load标签呢 是获取当前的时间 好,spaceless 移出空格 好,url 好,是去配置 去引用我们路由配置的地址 好,我们在前面讲到路由配置的时候 对吧 有讲到我们的url在配置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去指定一个name属性的 那我们在模板里面去使用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标签去引用那个name 然后呢 去得到相应的这个路由地址 好,还有比如说我要去禁止渲染的标签 就是我有一些 这个模板里面的文字信息 文字的这个变量 我是不希望它去渲染的 那我可以用这个标签呢 去让它把原有的内容给显示出来 那还有像位置的标签 我们可以用更简单的变量名去替换 复杂的变量名 等等 为什么是等等呢 因为在我们的这个模板库里面 模板里面 标签是非常多的 我这个地方是整 给大家整理了一些非常常用的标签 然后红色部分呢 是最最为常用的一些标签 好,然后 还有更多的标签的话呢 是在我们的官方文档里面 好,官方文档里面 那大家可以打开去看 去了解啊 在我们这个文档里面 它其实有非常多的 这样的一些标签 包括勾力器 那这些东西的话呢 我们不可能就是挨个的给大家去讲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呢 更加侧重于去说方法 就是我们怎么去了解和学习 这些标签的一个方法 好,当然包括后面的过滤器 也是同样的方式 去看官方文档进行学习 好,所以大家在听的时候 一方面去学标签的具体的使用 另外一方面的话 了解我是如何去 学习这些标签的使用 如何去看官方文档 好,帮助大家 去学习到其他更多的标签 OK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if的标签 if的标签的话呢 看到这个if的关键字 其实你们就应该能够联想到 我们在Pathom里面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逻辑判断的 这样的一个语句 对不对 好,我们可以通过if 去做一些条件的判断 条件的判断 那这个if标签的话呢 我们可以使用and or和not 去组织逻辑的代码 逻辑的代码 而且好,而且的话呢 在新版本当中 就是在比较新的标签版本当中 是已经支持像 alif这样的语法 在早期的这个 标签的一些版本当中 alif这样的语法的话 还不支持 好,所以这样看来的话呢 模板里面的这个标签的一个使用 if和alif 那其实和Python里面的那个使用 其实是几乎一样的 使用的方式 使用的方式 语句结构 几乎是一样的 好,那在看到这样一个标签之后 我们怎么去了解它的一个使用 怎么去了解它的一个使用 好,打开我在课件里面 给大家的这个官方文档的地址 对吧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给我们去介绍 将购里面 它将购的模板系统里面 它的一些内件的标签 以及过滤器 过滤器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if 我们去搜索这个if的标签 那其实你就会看到这个if的标签 它的一个具体的使用的案例 使用的案例 好,那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去 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案例 对吧 好,我们可以把这个案例呢 把它cover下来 拿到我们的这个代码里面去测试一下 那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 好,把我的这个项目打开 然后把这个模板的使用 直接粘贴过来 好,标签的使用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if标签 好,if标签 好,if标签的话 那它这个地方去做判断 有一个条件 对吧 或者是一个表达式 条件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可以去给它一个条件 对吧 给它一个条件 好,给它一个条件 那比如说我假设这个地方 可以稍微的去做一些修改 好,做一些修改 好,这个地方 我把它改得更为简单一点 比如说这个 好,这个条件呢 那这个变量 假设是叫这个名字 那它的值假设是0 对吧 是0 那我在模板当中去使用的时候 那模板当中去使用的时候 好,我就可以直接去判断它 对吧 这个变量的值是否是等于0 因为我在模板里面 我在VU里面去使用 去线的模板的时候 其实是调用了这个Lock的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 会把所有的变量 这个当前作用域下面的所有变量 都渲染到模板上面去 对吧 都传递到模板 那我在这边可以去使用它 好,然后我们这地方做一个判断 假设 那这个地方的值呢 假设是0 对吧 我们判断到它如果是 等于0的话呢 那我这地方给它显示一个0 Lif 好,Lif 那如果是这个地方的值 那假设是1 那我就给它显示一个值是1 好 好,如果是其他的情况 Ls的情况呢 我给它一个unload 对吧 就是未知的一个值 那假设是 我就做这样一个简单的判断 大家能够理解就可以 好 那这样我写好了之后 那看一下我这个模板 那它最终生成的一个代码是什么样子 好,这个地方 好,应付标签返回的值是unload 好,unload的话呢 是在这个地方给我显示出来 好,为什么是显示unload呢 好,我看一下我的这个值 等于0 等于0 好像没有起到 我把这个地方 它这个值地方的值是0 对吧 是0 这个0的话应该是 能够匹配上这个代码 匹配上这个代码 好,为什么没有匹配上 重新刷新一下 好 那刚才我的这个服务器没有重启 所以它这个地方的代码应该没生效 好,所以我给它重启了一下 那这个时候呢 好 那我们的这个 值最终输出的结果呢 是这样子 对吧 好 这个地方应该很明显的看得到 它的一个具体的使用 好 这这只是一个演示 按理的一个演示 那在这里面的话 还有很多的 还有很多的这个 关于这个标签的一个介绍 你们可以照着这样一个思路去看 比如说 那这个衣服标签 那我如果要使用and or或者是not 对吧 那这样的一些条件判断的时候呢 如何去应用和组织 它的这个代码 好 这地方也有相应的一些非常详细的例子 对不对 相应的例子 好 这个地方你们可以自己去看 好 自己去看 好 包括我们这个地方操作服务的使用 可以在模板里面使用什么样的操作服务 对吧 等于等于不等于小于等等 好 那在这个地方呢 都有一些案例 好 就照着这样一种方式去看 好 包括在我们的衣服标签里面 还可以使用印的关键字 对吧 印的关键字 这个和拍摄里面是不是也是很类似 对不对 拍摄里面的衣服的话 它其实也是可以使用印关键字去判断 去判断它的一个条件的 OK 好 这就是衣服的标签 好 但我这地方呢 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就是你们具体更多的好 好 要自己去看一下文档 然后做一下例子啊 好 包括像这里面的if equal 好 还有if not equal也是一样的 你们也可以去搜索好 也可以去搜索 那关于这个if equal和if not equal它的一个使用 对不对 它的一个使用啊 也有相应的一些介绍啊 当然我在这个地方也给大家去简单的描述了 比如说它是去比较是否相等 好 但是这个比较相等的话呢 它是只限于去简单的类型啊 比如说支付串整数小数啊 但是呢 其他的像列表字典原主啊 它没有办法去比较 好 没有办法去比较 那具体怎么使用啊 你可以自己去看一看 好 好 包括像除了这个if equal啊 if not equal这些之外呢 那还有像if changed的 if changed的等等啊 都可以去看 好 都可以去看 好 好还有像for标签好 for标签 for标签的话呢 就是用来循环啊 循环一个序列好 准求的说是序列啊 它不一定是list 好 它有可能是一个列表 也可能是一个原主 对不对 也有可能是一个set 集合啊 我们都可以用它去做一个循环啊 那for标签的一个使用啊 for标签的一个使用 在这个地方呢 也是有一个详细的啊 也是有一个详细的这个介绍和例子 好 详细的介绍和例子 好 我找到这个for标签 好 for标签 好 那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呢 比如说它这个for标签的例子 那传入的是一个list的一个对象 然后我通过这个for标签呢 去便利便利出来之后 好 然后呢 把它显示到页面上面啊 我就直接可以把这个代码 好 拿过来 那比如说for标签 好 复标签 好 这个for标签的话呢 那它也是需要传入一个list 对不对 那这个list 那假设我在这边的话 这个list是123456 对吧 好 随便给它传入了这样一个list 传过来 好 传过来之后啊 那比如说我这样 把它的一个结果给它显示出来 给它便利出来 好 来刷新一下 看一下 好 所以我会看到这个for标签呢 把我刚才的这个内容做了一个便利 把我的这个列表12356 好 然后把这个内容显示了出来 好 这个for标签的话呢 它还有一些语法 那比如说我可以让它做一个倒序的便利 那你可以加上这样一个关键词 好 比如说我可以在这个地方给它加上一个这样的关键词 好 我在这个地方 本来是12356 好 我加上倒序便利之后 那你看 会看到它变成65 4321 对不对 好 等等 那这些的内容的话呢 其实在文档里面呢 它解释的非常的清楚 非常的清楚 好 除了 除了这个for标签之外 它还支持这个import 就是如果是这个便利的对象 它是为空的话 你还可以去单独的处理和现实显示它 那这个的话呢 就和python里面好有一点不一样 对不对 好 一点不一样 那比如说如果是像我刚才这个例子 如果是这个list是为空的 那 好 如果是没有没有内容 那我就让它显示一个没有内容 我可以给它加一个import的这个标签 然后在这个地方 好 当然我现在这个列表是有内容 啊 列表有内容的时候呢 对吧 它是不会去显示import里面的东西 但是我如果列表列表为空了 好 列表为空了 再刷新 那你会看到这个import的 对吧 这个内容就会被显示出来 好 被显示出来 好 在这里面呢 它其实都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介绍 好 除了这个的话 像for标签的话 它还有一些特殊的变量 好 特殊的变量的一个使用 那这个变量的使用的话 好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 我在这个地方也给大家去做了详细的总结 好 那比如说这个for loop 好 for loop的话呢 它有一个count 啊 count的这个属性 那我可以去得到 好 它的一个循环的计数 好 循环的计数 好 就是我们在变力的时候 我可以把它的这个计数 计数的这个变量呢 给它获取到 好 那比如说把这个列表给它还原回来 好 我要在这个地方 给它增加一个计数的 好 给它增加一个计数的这个 好 把这个变量要输出出来的话 我可以这样去调用 好 我可以这样去调用 好 然后呢 刷新一下 好 所以你就会看到 好 这个地方 它的计数 好 从一开始 二三四五六 那最后面呢 是我便利出来的内容 六五四三二一 对不对 三三一 好 这个计数的话呢 除了这个Count 它还有一个Count0 对吧 好 我们在这地方看到Count0 Count0的话呢 就是计数是从0开始 好 因为不带0的时候呢 它是从1开始的 对 它从1开始的 重新刷新一下 那你会看到它的这个计数 就从0开始了 对 0开始了 好 除了这些变量之外 好 好 还有像 好 这个 这个的话呢 这个Count的话呢 它是 以倒计 以倒数 倒数技术的方式 好 本来你是0123456 好 本来你是123456 那你可以让你的这个技术 倒着来 那它就会变成 六五十三二一 好 这些呢 你们自己去变 自己去看 就把这个复制进去看 就明白了 这些变量都是一样 我这地方呢 因为实验的关系 就不一个一个一个的去讲 好 包括像这个 如果你是用到了多重的这个嵌套循环的话 你也可以使用这个Print Loop 去得到你的上一层循环的那个技术 OK 好 这是这个 如果是你们自己试过之后 还有问题的话呢 在直播班会课里面 在答疑的时候呢 再给大家去讲一讲 OK 好 这个Sycle 这个Sycle的话也是一样的 Sycle的话里面也是一样的 要去看的话 同样的话呢 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帮助文档里面 可以去找到相应的一个介绍 那比如说这个地方 它去应用这个Sycle的话 它在循环的时候 它就会轮流的去取这两个字 那它现在有两个字 对吧 一个锐的 一个Blue 那第一次循环取锐的 那第二次循环取Blue 第三次循环呢 又取锐的 第四次呢 又取Blue 你们可以自己去试一下 试一下 这里面的这个例子的话呢 都是蛮多的 然后这里有更为详细的一个例子 对不对 然后就是这个CSRF的这个Token 这个Token的话呢 是去生成一个 生成一个验证的口令 验证的一个 这个为了是出于安全性的一个考虑 安全性的考虑 你们如果是把这个标签加到了 加到了这里面的话 加到了这里面的话 好 你们可以看一下 CSRF Token 好 我们可以刷新一下页面看一下 好 这里面什么都没有 对吧 标签你看后面 后面它没有显示内容 是真的没有显示内容吗 我们去查看一下网页源代码 好 查看一下网页源代码 这地方真的好像没有东西出来 没有东西出来 那没有东西出来的话呢 有可能是因为 它是需要我们去增加一个 post的表单 就是它应该要放到表单 好 这个问题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好 在我们的这个控制台里面 其实有一个错误的信息给提示出来了 好 给提示出来了 它说在使用这个CSRF Token的时候呢 在模板里面使用了 但是没有在上下文里面去调用它 好 所以这个问题的话 那这个问题的话呢 如果你们有遇到这种问题 你可以去直接把它的错误的原因 你把它copy下来 然后呢 你把它放到搜索引擎里面去搜索一下 不管是百度 还是我们的这个谷歌 你可以直接拿去搜索一下 然后去百度一下 你就能够找到一些解决的方法 OK 那我这地方已经查到了解决的方法 那解决的方法的话呢 它其实是有说到 如果是使用这个render to response的这个方法的话 它是必须要去指定这个上下文的 request的一个上下文的 那具体怎么去指定呢 我们可以去把这个对象给它导入进来 导入进来了之后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去调用这个request 我们可以这样子去做 好 这样去做 那这样去做了之后 然后我们重新的再来刷新一下页面 好 重新再来刷新一下 那刷新之后的话呢 那你就会看到我们刚才在这个 地方加的这个标签 它就生成了一个csrf的一个token 那这个token的话呢 就是当我们在用表单去进行post提交的时候 就像这上面 就像这上面 当我们在用表单 用post的方式去提交的时候 它是会做这个跨站验证的 那你这个时候呢 就要给它加上这个token 你才能够通过验证 不然的话 它会出一个403的错误 好 你们如果是到时候有遇到这个问题的话呢 留意一下 好 但这种写法的话呢 感觉上是比较 比较繁琐 那有另外一种解决的方法 我不去手动的去指定它的这个 不去指定它也可以 我用另外一个方法 用这个rendor的方法 还记得吧 用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也可以 这个方法的话 它会自动把这个请求的上下文呢 传递过去 好 那么重新刷新 刷新了之后看一下原代码 好 它这个地方的这个token 依然可以对吧 依然可以显示出来 好 这是这个标签 好 这个标签 好 还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标签 然后转译 然后自动转译的标签 好 filt的标签 好 还有这个加载标签库 加载标签库的话呢 这个我们在前面去使用的时候 然后有用到这个标签库 对吧 没有用到这个node 好 我记得应该是有的 对不对 我们要去加载一个标签库进来 然后去使用里面这个标签库里面的一些这个标签 那我们要把这个标签库给它导入进来 好 好 这是这个node的方法 好 uil 好 使用uil 引用引用路由的这个配置地址 好 这个配置地址的话呢 那配置地址的话 那就是我们在 uil去里面去定义 这个uil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可以指定一个name 好 可以指定一个name 那比如说这个name 假设叫test 对吧 那我要在模板当中去使用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 刚才这个这个table里面不是有一个表单吗 对吧 好 有一个form的表单 这个form的表单 我在这个地方呢 可以去调用这个uil的标签去生成这个 然后生成的这个参数 uil传递给它的参数呢 就是什么呢 就应该是test 那因为我在uil里面定义的这个name 就这个uil的名字是叫test 所以我在这地方可以这样去用 好 这样去用 当然它的用法还有很多啊 详细的呢 大家去看那个帮助文档 详细的去看帮助文档 好 这地方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演示 好 还有一些使用的技巧 好 刷新之后 那这个地方test还是还要求我去提供一个参数 对吧 他要求我提供参数 好 所以这个地方我还要给他一个参数 那比如说是22 好 22test 它是要两个数字的参数 好 这样应该是可以的 好 这地方也不 好 也不行 也不行 什么原因 好 看一下这地方 他有提供啊 这两个参数 好 两个参数 一个是数字的两位数的数字 一个是一个普通的字符 好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两个参数 那两个参数的话 那你要给他 比如说这地方提交到这样一个地址 对吧 好 两个参数 好 可以这样写 可以这样写 写好了之后呢 刷新 好 好 然后去进行提交 好 提交 好 那他提交的地址 注意看一下 他提交地址 是不是变成我刚才 在这里面所定义的这个地址啊 因为我们的test啊 因为我们的test 在定义这个url的时候 是定义了两个 这个正值表达式的参数 那你在去调用url标签的时候 你在这个地方呢 就需要根据他的一个参数去 去传入 然后去进行调用 对不对 如果说 好 没有参数啊 如果说你这地方没有参数 就在这个地方呢 那如果是这样子定义的 如果是这样子 这样经营的 对吧 后面没有任何的参数啊 没有任何参数 那你就可以直接调用这个啊 调用这个 那他就会去跳转到 你所对应的这个地址 好 点击提交 他就会去跳转到这个地址 对吧 跳转这个地址 好 但这个地方报错啊 因为我把这个参数删了之后呢 它的为右里面没有去删啊 我又里面没去删了 我只过把这个为右里面的这个也给它删掉的话啊 它就应该没有这个问题 对吧 好 这个时候它就没有后面的参数 对吧 好 这个地方要大家反正要灵活的去应用它 然后呢 根据啊 根据啊 根据这个需求去给它传输参数就可以啊 这个UIL这个地方用的是蛮多的一个标签 因为我们在很多时候去定义了这个UIL地址的时候 我们在模板里面一般不写死啊 就是不去写啊 他具体的这个UIL地址像这个这个地址对吧 而是写一个别名把这个名字放进去啊 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在模板当中可能很多地方都可能会调用到这个UIL 那你写名字的话呢 那你以后要改这个UIL 你只需要在这个地方改 所有的模板里面 只要调用了它的那都能够一起改掉 你如果是写死的话啊 在模板里面写死的话 那你就只有挨个挨个的一个一个的到模板里面去改 好 所以就比较麻烦啊 好 这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标签啊 那像位置 我们再讲一个啊 位置 那这个位置的这个标签啊 位置的这个标签 好 同样啊 同样也可以在这里面去看 那这个标签也是蛮 蛮好用的一个标签 就它可以啊 可以在这个作用域之内啊 去把一个比较复杂的变量名呢 给它取一个简单一样的 简单一点的名字 简单一点的名字 好 比如说这个位置标签 那比如说它原来的这个名字 好 可能 非常的长啊 就像就像这个 我一个对象调用 再调用 那非常长 那这样写起来非常痛苦 那我就可以呢 给它取一个简单的别名 然后让让它调用 最终把这个变量给它调用出来 对吧 好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 假设去写这样长的一个变量 对吧 非常的长 好 那我在这个地方去调用的时候 好 这个地方去调用的时候 我就可以呢 使用位置 去把这个变量呢 名字给它简化 比如说简化成title 对吧 然后呢 在我的这个作用域之内呢 就可以调用它 好 当然超过这个位置呢 你去调用这个title 就调用 调用不到了啊 只能在这里面调用 好 那这样的话 好 这个哈勒 好 刷新一下 那你会看到这个99 对吧 就是我这个很长的这个变量的值 我通过这样一种方式 对吧 简单的把它调用出来了 好 简单把它调用出来了 好 那这是这个标签啊 这里面还有很多标签 大家呢 要自己去去看 去消化 去看去消化 好 这个地方有一个 这个就是禁止渲染的这个标签 有的时候特殊情况下 可能会用到 好 但是这种情形呢 相对来说要少一点 好 大家呢 还是可以去了解一下 好 这什么意思 好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 比如说 我 我这个地方 我这个地方 如果是 本来就想显示 这样一个名字 在模板上面去显示 就在模板里面去显示 我要想把这个内容 在网页当中显示出来的话 那因为这个 这个大双括号 它是表示变量 那变量的话呢 我们的模板引擎在解析的时候 就会把这个变量 解析出来 对吧 如果没有值的话 那就没有值 但是我实际是想显示 这个内容 对吧 这个内容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 这种情况之下 你就让 你可以去调用这个 禁止渲染的这个标签 你不要让 我们的这个模板引擎 去渲染 这之间的这个内容 那 你就可以把这个内容呢 对吧 你看 这个大括号 大双括号 带大双括号的 一起显示出来 对吧 你如果是没有这个 禁止渲染的 这样的一个 标签去包含的话呢 他会把这个变量解析了 对吧 因为我们这个VAS 没定义的一个变量 所以他就会解析出来 对吧 解析成一个空的 好 这个标签 有的时候呢 可能也非常有用 OK 这是这些标签 当然这些标签的话呢 我带着大家 去学了一下常用的 当然这里面常用的很多 还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介绍 那剩下的话呢 我希望大家自己去消化 自己去消化 就按照我的这个方式 对照着给大家的这个文档 然后你去看它里面的例子 然后自己去试一下 试一下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在这个直播课 或者是答义课里面呢 再给大家去解决 OK 好 那有关于这个标签的课程呢 我们就先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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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